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在这个时间点呢,不晓得有没有人已经开始观望 看明年要选择哪一本日历的呢? 没有错,我们的日历挑选单元,又又又回来啦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三次来举行这个活动了 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依照像是动物啊,植物 还有知识传递等不同的类型 来看一下在社群,还有在集资平台上面 会有什么样子新的日历商品 好啦,那跟着我们一起来细看一下 日历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和设计 来找出2024年最适合陪伴我们生活的日历新品吧 已经连续出道第八年的五金行日历 为了迎接龙年,这次呢以这种酷炫的金属风格呈现 外包装是酷冷袋包装 而日历本体呢,是用螺丝钉、锚钉这种方式装订的 内容是一如既往的充满时尚感 今年版本呢,是使用Penton特殊色印刷的 颜色设计很独特 优雅的青金属色调,里面有凝红色系和金属色系 看起来有一点梦幻,也有一点科技感 排版上除了很直观的可以知道日历上会有的基本资讯 到了一些节气或节日,还会有不同的插画设计 日份的开头页呢,也会有这种用不同色块串联起来的土样 团队表示,这种不饱满的设计 是因为不打算要定义龙这一位十二生肖当中的唯一神话生物 让这些颜色呢,像密码一样的散落在十二个月份当中 那依照他们的描述啊 五金行日历,是零售日历当中最高印刷工艺的记录保持者 从校色、印刷到装正,都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去年推出的三迪纸雕地球日历团队 他们累计获得650万募资 今年他们又变出新花样啦 是和国X合作推出马来莫的3D立体指教日历 每天撕下一个点点,你会逐渐发现 一直戴上耳机的马来莫正在慢慢浮现 平常主打一事无成的莱莫 在插画家笔下,带来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故事 而现在,在日历上呢,也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啦 一年过完,一直圆滚滚,又看起来有一点放空的马来莫 真的是又可爱又疗愈 除此之外,每一天的日期呈现是设计成镂空的样子 每个月第一天,还有特殊节日 会有相对应的插画,甚至有隐藏版彩蛋哦 唯一的问题是和去年一样 不晓得各位买了之后,会好好的一天一天撕开呢 还是一天就忍不住撕完一整年呢 真是让人幸福的困扰啊 还记得前年的时候,集资平台上有出现一款花专日历 我们也曾经有拍短片分享给各位 当时啊,我以为花专系列可能一年就没了 没有想到时隔两年又再次出现啦 各位有注意过,在我们生长环境的周遭 某一个角落可能藏着美丽的花专吗 它们承载着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概念 塑造早期台湾的建筑美学 台湾花专博物馆在这20多年以来 抢救、保存并缩附了超过一万片的花专 今年的花专日历呢 和两年前那种白底上图纹的形式不同 变成以彩色底为主 而且这些底色全部来自于花专的设计 可以感受到百年前幼色的特别之处 那依照平台上的介绍呢 这次图样啊 是先前没有亮相过的百年花专哦 我们可以从每一天的图纹介绍 来欣赏并认识这些美丽图样 那除了台式风情之外呢 也可能会有异国元素 交织成台湾特有的历史文化细节 自从2021年 发现种子设计出的这种 很棒的插画日历之后呢 我又觉得 中了 不过 我才刚买了2022年的种子粒 结果2023年没有出新品 非常的可惜 幸好今年呢 它们是以亲爱的身体为主题 推出了这一本2024年的仿生力 我也因为实在是很喜欢这种手绘的插画风格 所以前阵子 忍不住发起团购 想要和各位分享 所谓的仿生设计 是经由观察 模拟 还有仿效生态环境 还有动植物这些自然界样貌的特殊性 再学习它们的特色 把大自然内化成我们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本日历啊 你会看到动植物 还有矿物等自然界物质 要和你的身心 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 简单来说 或是以大自然为灵感 提供各位 观照内心世界的一个媒介 那它和过往一样 提供扩环 还有现装这两种选择 可以吊挂 但不能站好 各位可以衡量一下喜好来选择 全台湾第一本 联合公益日历 就是由荒野保护协会 张老师基金会等四个公益团体 共同发起的计划 本来以为谈到公益的日历啊 会释放照片 写故事 这种比较照条式的呈现 结果它相当有设计感耶 外形来看 它类似是用胡头来固定的 有底座可以把它溃上去 页面排版呢 是把日期摆在上方 下方会有一个主要的 每日图案意象 都是蛮简洁的配色 搭配每一天的心灵小雨 还有你每一天在生活当中 可以有哪一些正向的行动 这些设计 都会对应到右上角的机构 所以每天可以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了解各团体 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或是他们有做哪一些领域的事情 那这本日历主要所对应的 是帮助身心障碍儿童 身心灵忧郁 戒毒重返社会人士 还有为自然生态努力的公益团体 在添购日历的同时呢 还可以做公益 这么有质感的品项 非常值得推广 好 我把许暖力当成是一个系列来说 是因为呢 在这个平台里面 你可以找到不止一种 日历产品的选择 单看许暖力好了 已经出版到第五年 每一年会有不同的主题色 像这一次是海洋蓝 冷山宗 还有丁香子 都散发很柔和的氛围 内容上大多是很时尚 但有文艺风格的底图 搭配热奇及每日指南 还有作家的经典语录分享 那至于电影历的模式也差不多 搭配符合主题电影气氛的底图 还有作家们呼应电影作品所创作的语录 另外呢 在预购许暖力的页面 你还可以看到基督教语录的以马内力 还有只想安慰力等不同类型 蛮适合有宗教信仰 或想要寻求心灵平静的人来购买的 冥想正念日历 今年又来啦 这本日历的用色和去年一样 都是很柔和 不会太张扬 整体看下来 是相当有质感的简约设计 不过去年大多是以灰白色的底为主 今年底色呢 出现很多温柔的色系 每一张图也很适合当成摆饰 或直接当拼贴素材使用 那这一回 还是以瑜伽的单点凝视法 来当成整体设计概念 让我们每一天 可以从日历所提供的色彩和图样 以及减压小技巧 来进行正面的练习 希望喜欢这种模式的人呢 可以经由这样子的心灵能量 缓解各位一整天的纷乱 获得疗愈感 这个品牌 我记得去年也是有出日历的 今年是以三分为主题 团队说啊 想用文字和图像 打造可以和人情绪共感的日历 那所谓共感情绪 是我们对于情绪的共鸣 有一些时候它可能很细微 细微到我们不会意识到 说自己正在经历这些 所以他们依照周间和周末等日期的差异 用水彩风的三分之物 加上不同类型的情绪指引 像是友情 亲情 爱情这些都包含在内 还会建议你调香的配方 以及如何用香氛来化解情绪 那页面旁边的水彩风植物 也会和当天建议你的香氛配方来做搭配 细节感满满 那到了星期天呢 植物会变成星空水彩化哦 相当棒吧 另外还有搭配 盐盐、矿石、阔香和精油的组合 整体搭配起来也是充满质感的 那至于固定的方式 是立架和扣环 希望这一款用久了不会松掉 这本日历是由树医师所打造的日历 主角是各种不同的官业植物 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室内环境中 看到官业植物的身影 但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它们是谁 这本日历呢 我觉得它可以当成是一本植物图鉴 每一天除了日期这些一般资讯之外 还搭配每天一张官业植物的实体摄影照片 内容包含了中文名称和学名 以及科属别 形态特征还有产力在哪里 每天让你认识一种官业植物 在24节气之前 也会以手绘图文和短文的方式 介绍一位植物学家 那排版很简洁 观赏起来很舒心 那它的装定方式呢 是用布糊头搭配专用纸架的 也是我还蛮喜欢的装定和摆放方式 这本呢 也是我有发起团购的日历哦 真的是一看就很喜欢耶 在2023年的日历当中 我有买一本植物雕林立 那2024年 它们主打一题是温柔 和上一本日历采用的实体拍摄照片不同 这一次是由一鱼有花的小艺来所绘 每一张日历的页面排版 一如既往的简洁 中间是手绘的植物 在它两边会有植物的名称和学名 下方会有一句手语 有可能会是对于生命的体悟和感受 也有可能是一个议题的思考 那如果依照之前日历的设计来看的话呢 可能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 提出相对应的思考议题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那因为整体画面呈现出来的是带有宁静气息的留白 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当成每一个人 在早上醒来或是晚上睡前可以帮助冥想 还有整理思绪的陪伴 那另外在每个月刚开始会附带一个剪影花瓶 你可以把撕下来的日历插到这些黑色花瓶里面 然后再上一点颜色会是很有趣的再创作哦 最后呢来看一下装正使用到好丝又不会断的布糊头 所以它除了可以放在支架上 也可以掉挂起来摆放 那以过去的购买和使用经验来看呢 他们家的日历装正表现真的很不错哦 至于这一回还有出布包的周边 我也是有入手一个拉 等到货之后再分享给各位看咯 植物系列最后一款 是我在IG上看到 喵大也会出日历耶 读过三观细节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公布 那光是看现在的po文就非常令人期待 有详细资讯的话会再分享给各位的 去年在集资平台上 累计突破1.5万人赞助的 每天都想使 今年又回来啦 上一回主题是讲历史上的今天 这一回是历史食谱文化 平常如果想要知道一些历史小故事啊 大部分的人会直接问Google 那这本日历呢 可以让你系统性的 直接了解单一主题的历史故事和文化 每一天的插图 是延续去年这种很独特的风格 文字量又大幅提升 每个月首页会告诉你 当月要介绍的文明相关知识 明以时未天 所以每天会用小故事来描述历史料理 让各位知道这道时代久远的料理要怎么做 也会告诉你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吃这道菜 包含时空背景和食材怎么找 都会有相对应的详尽说明 创作者说他为了写这本日历啊 跑遍图书馆翻遍论文还参加讲座 十分用心哦 那他的装定是用胡头搭配纸板立架的 看网站上这种激烈的试办啊 应该是很耐操 不容易分裂的 整体质感表现优秀 包含光的老派日历 今年是第六年啦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种持续会出日历的品牌 每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嘛 今年他们善用了独家的历史报纸这个元素 和历史老师吕杰合作 打造出一本可以认识台湾城市的文史日历 吕杰老师在每一天提供一篇台湾的故事 篇幅不大 大约300个字就可以读完 内容横跨了台湾的历史 文化 美食和景点等等 各种在台湾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旁边的文字设计 还会有中文 日文和西班牙文 展现台湾在这400年以来 所经历的不同文化交融 那版面上 会把旧报纸融入到整体的视觉 这也是暴时光独有的超强优势 也就是庞大的旧报纸资料库 整体色调呢 是很复古又优雅的奶茶色系 至于摆放的方式 是一体成型的立架 这本日历也出到第三年啦 这一次呢 不是只有单纯的中药图文介绍 还有搭配宠物这个议题 一战24节气 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该如何搭配饮食调理 用这些骨汗方 来帮助自己强生健体 那因为食补不是光吃做好 还要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 整本日历呢 会提供很多的中医 兽医相关小知识 还会教你如何依照节气来进行食补 甚至还会有食谱哦 至于这本日历 它提供一个可以调节的木架 希望会是整体表现稳定的朋友 我曾经懂得设计看过 吉文考古这个品牌 没有想到 今年的日历大战呢 也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耶 这本日历最特别的地方呢 是他们选择用鬼怪 还有全球各地的 相解传说来当主题 当你展开新的一天时 迎接你的 会是惊悚的相解传奇 或者是特别的奇人异识 不过呢 因为插画是选择这种粉彩系列 以一个蛮可爱的风格来呈现 所以我觉得并不会很吓人 就和我们以前读聊斋一样嘛 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平常在现实生活中 你碰到的某一些人和事 似乎会比这些故事更可怕吧 那这样一想啊 我反而觉得 这本日历所提供的故事题材 会变成个人的知识库 也可以当成 和其他人分享的小故事 展现出你说出人的一面 另外 在特别的日子到来时 白面颜色也会有变化哦 会让我很期待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故事 是我没有听过的新知 那它是使用胡头方式来装正的 再放到木架上来欣赏 这本日历去年也是有看到的 今年是用美食加肴 带领读者们 认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 每一页会出现的美食插画都很拟针 画风细致 文字内容会是以走访了90个国家 体会到155道一国料理的出发点进行 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历史文化 还有美食的背后意义 用一本日历来环游世界 那它的装定呢是使用两个扩环 搭配直立的纸架 又是一本连续好几年都有出的精美日历啦 这次带来的全新主题 从外观来看呢 这次的梦妹子 还有独立绿都很优雅 还有这种波光灵灵的异像存在 内容上我一直每一天给你一段文学金句 让你可以多认识一位作家 还有他的著作当中有什么样的美好词句 而且这一本日历呀 是用直书来呈现文字 是我很喜欢的书写方式 你可以把喜欢的日子 或喜欢的句子 好好收藏起来 或是拿来拼贴 呈现一种文艺青年的仪式感 那根据团队所说的 五年以来呢 他们已经收录 来自700多位作家的 1825句文学金句 继续创作下去的话呢 这个数字也会更庞大哦 在一般的文句页面之外 它的飞页还有月份页 设计也很有质感 装正部分 是用古籍绑出现的方式进行 而且四页的表现向来都不错 设计很令人放心 另外最酷的地方呢 是独立书店 今年和手写字团队合作 您可以加购造字本 抄写名言家具 打造出自己专属的 电脑手写字体哦 是很强大的日历联名 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 是虎年的虎虎生风 今年叫做星星小猫 一样是每一页 会有可爱的猫咪茶话 那这一回是要让小猫咪 依照四季不同的变化 来陪伴你了解内在 让你在认识自我之后呢 可以同理他人 并疗愈到内心 每一天会有不同的心灵对话 让你可以认识 不同流派的心理水概念 尝试从中 少寻到疗愈身心的解方 另外有趣的是哦 它和前两年一样 它们的插图 是可以变成翻页动画的哦 那至于周边产品当中呢 周才猫公仔 还有去年的兔猫猫公仔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那整本日历的摆放方式呢 是直接溃在立盒上面 那这边呢 还有来自好卫小姐 即将要出品的 疗愈猫日历 目前只有这几张图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插画和内容 可爱又疗愈 前面看完了猫咪 再来点狗狗吧 这本日历 每天会有小狗的三观小知识 每一页都是使用 莫兰迪色系打底 再用简单的色块和线条 勾勒出不同狗狗的身影 文字区域会有小狗的名称 友善程度 还有各种狗狗的介绍 到了特定日期 还会有小狗节日的专属页面 那这本日历的风格 轻快可爱 颜色呈现很饱满 如果你希望每一天都会有小狗的陪伴 用轻松愉悦的心情迎接每一天的话 那这一本会是不错的选择 那至于它的摆放方式 是日历的本身一体成型的 最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 这本日历 集资的1% 会捐给动保相关社团哦 这本日历的内容呈现呢 是以这种淡雅的插画为主 上头以不同的小动物和植物搭配 旁边会附上说明 还会提供每一天的心情骚语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团队争取了12则 宠物和主人的温暖小故事 从目前页面上来看呢 应该是一页文字 搭配几页精致的温暖插画 那这本日历 也会把部分的集资金额 军美工艺团体来推进动保作业 至于它的装定方式呢 是胶装和蜡线穿绳的 摆放方式可以吊挂 或放在立架上 动物系列的最后一本来啦 是目前尺寸 规格和价格都还不太清楚 但是比较贴近 龙年意象的日历 叫做龙名利 不过此龙非比龙哦 每一天呢 是给你可爱插画小恐龙 和品种介绍 画风呢 是将恐龙特征 以一个俏皮的风格呈现出来 所以恐龙本能 不要错过啦 除了前面介绍的日历之外呢 在剪辑影片同时 我们也有看到 像是 射出五堂日历 与集周包 以及影像帮周 捐藏日历等等 还有一些品项 我们来不及放到这支影片 甚至是周历啊 还有月历可以选择 那更详细的资料 都可以到各大集资平台 去搜寻一下哦 好那我们最后也和各位预告一下 可能会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 我们会有一支影片 来开箱一下 我们到底买了哪些日历哦 请各位期待一下吧 那希望这一回的日历选品 可以提供您一些选购的灵感 也可以告诉我们说 新的一年 你会想要哪一本日历来陪伴您 度过2024呢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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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